日本新增13000多例继续微幅下降 冲绳出现一批疑似混入橡胶钙碎片的辉瑞疫苗后 群马县又通报另一批混入义物的莫德纳疫苗 已经是第五批有疑虑的疫苗 南韩天1372例趋势大约持平 当局宣布将在今年冬季开始开放12到17岁民众以及孕妇接种疫苗 越南增14000多例是历史第二高 来自印度的100吨氧气跟300台制氧机抵达了疫情重区胡志明市 有望舒缓医疗负荷 印度增3万多例属于近日低点 随着国内接种情况改善 产量也自4月以来翻倍 印度将恢复对国外的疫苗出口 马来西亚新增19000多例 较上周同一天略多 新首相伊斯麦沙比利因为与确诊者有过接触时 被迫缺席内阁的宣誓就职典礼 印尼仅新增5436例 每日新增数持续减少 当局批准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 以加速推动接种作业 是国内第7种被认可的疫苗 德国新增6805例 整体趋势持续上升 为了提升民众接种意愿 柏林将在火车上提供接种服务 西班牙天5163例 更新确诊数稳定下降 然而因为防疫政策松绑 加上温和的天气 国内盛行的大型户外饮酒派对 难以控制 成为隐忧 英国增26000多例 更新数突然大减 国内统计指出 女性比男性的接种意愿多了一成 尤其以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 具有接种意愿 法国添3795例 趋势持续下行 当局规定 国内约180万名的室内服务业工作者 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才能上班 否则会被放无薪假 美国更新超过十一万九千多例 趋势持续上升 首席疫情顾问佛奇表示 预计在耶诞节之前 就有机会批准12岁以下学童接种疫苗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